第二個 檢察官 可以 罵當事人 罵被告 說你現在是在找死嗎 你已經六十幾歲了 不要在那邊假清純 這樣的檢察官還適合擔任檢察官嗎 我個人認為喔 不管是法官或檢察官喔 在法庭開庭的時候 對 他還適不適合當檢察官 我的問題很具體 請您不要講一些抽象的東西 我們都是法律人 法律人對法律人講具體的東西 這樣的人還適不適合當檢察官 應該是要懲戒 那懲戒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是有一些言行 確實是不符合檢察官倫理規範 但是要懲戒到什麼程度 所以他還適不適合當檢察官 我覺得還是要個案去檢察官 對啊 我現在在問的就是個案啊 我講的事情喔 全部都是判決書出來的 我沒有多一個字 我也沒有少一個字 但是我看到我們的職務法庭啊 第五號判決 我看了以後我一樣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是在一個原名的案子裡喔 六十幾歲的原住民 結果那個檢察官當庭跟他講 你六十幾歲了 不要在那邊跟我假清純 你是在找死喔 結果這樣的檢察官 我們號稱 要監督淘汰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法官法 我們最新的職務法庭 其中您也是審判法官 結果將一級改序 這個判決你贊不贊成 你投贊成還是投反對票 對不起喔這個案子我真的 就沒有很深刻的印象 好沒關係我今天再給你一個機會 針對這個判決你贊不贊成 只降一級改序你能不能接受 結論是什麼 就降一級改序啊繼續當檢察官啊 所以我一開始的問題才請教您啊 這樣的人還適合當檢察官嗎 結果你們給他降一級改序啊 現在還繼續當檢察官啊 這個是人民要檢驗的啦 今天人民不是請說 國會立法委員拿這邊 在這邊問一些虛無飄渺的問題 這是人民要檢驗的 如果您是法官出身嘛 所以我不會去問說 你有什麼法學著作 這對法官並不公平 但是我要了解 說您跟全體國人宣誓 相信我心裡的那把尺 那我只能用判決來檢驗你的尺啊 我用判決讓全體國人了解你的尺是什麼啊 這樣一個立法委員才能夠負責任的決定要投贊成還反對嘛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樣子的檢察官還適不適合擔任檢察官 我想還是要整體去觀察他 對啊 我整體觀察判決都掉出來了啊 這個不是假設的案子啊 這不是虛無飄渺的案子啊 這個是有一個六十幾歲的原住民阿嬤 殺受到檢察官這樣子的對待啊 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 血淋淋的立直啊 適不適合擔任檢察官 請回答 因為這個個案我真的印象不深刻喔 那 這個個案或許對楊院長來講您不深刻啊 對於當事人來講是一輩子的痛 一輩子的深刻 這個陰影 他絕對抹不掉 包括他個人 他所有的親人 他所有的朋友 就因為這樣 從此不會再相信司法了 對掌握最大權力的法官的人 就如同楊院長一樣 我已經忘了這個案子 我已經忘了當事人的面貌 但是留在當事人心理上面的傷痕 卻是永遠的 留在台灣司法體系的傷痕 是永遠的 楊院長 我這樣說會過分嗎 呃 我想我會再去 自己再自己深刻檢討一下喔 這個問題 好 您慢慢回去檢討 後 後面啦 還有其他的案子 我就不要一個一個抓出來了 這個是針對您在職務法庭 當法官的表現